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现在就是我们要给它提供一个它实惠它的生存空间 这个区域它的粮食只够多少人吃 它就保持多少的人口 猴也会这样 范靖山的植被生长受地形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抑制了前金丝猴种群向范靖山外扩张 今年初范靖山所处的江口县松桃县和印江县 围绕环山公路建立生态廊道 通过种植前金丝猴栖息和捕食的玉兰花 枫阳 四兆花 猕猴桃等植被 拓宽前金丝猴生存空间 通过我们的观察 我们发现金丝猴现在在对面的山上是活动的 我们也发现它还会在4月份的时候 它会走到这个沟谷底部 走到沟谷里边来寻找一些水生动物 但是到这里来的话 这里它没办法过去 几个原因 一个是有这个环山公路 一个是这种它对这种裸颜它是恐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点呢 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示范点 就一个也相当于是一个概念点 就是把它为它建立一个通道 树子长起来以后 这个树枝哦 它从树枝上可以淡过去 就形成一个天然的 但是过去以后 你看那边是裸颜它本来不喜欢的 我们把裸颜的颜面把它改造了 没有裸颜了 音乐 给它放下来 一些热物 余的颜色 Beauty 毫无惑 余的颜色 编上 鸡 余的颜色 中途 昂 适合 卖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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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